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学 第四百五十八集 这不是凤九儿第一次进宫 可对于凤九来说 却是第一次 所以 她谨言慎行 就像是所有普通老百姓第一次进宫那样 虽然没有任何谦卑 可一言一行都算是谨慎 不让自己犯错 因为 只是宣她一个人 小樱桃和乔木都没有陪同 圣上在偏殿喝茶呢 先生 这就随老奴去偏殿进见吧 大太监口吻平淡 难得的是 竟然也没有半点宫内主管太监 对待平民的高高在上的架子 凤九点点头 跟随在她的身后 很快 两个人来到偏殿门口 等大太监通报了之后 才走了进去 偏殿里 悬黑身影猛地闯入眼帘 凤九微愣 指尖在一瞬间收紧 眼底的错愕却在最快的时间内一闪而逝 之后 再也寻不到半点痕迹 她没想到 九皇叔竟然也在 就坐在启文帝下头的座位上 看着很尊贵的座位 就连八王爷也不过坐在下头 可见九王爷在朝堂上的地位有多崇高 一个刚从边城回来的王爷 此时此刻 连圣上都要对他言听计从 不敢有半句不约耳的言语 九王爷倒也没什么猖狂的样子 他始终是那样 不爱说话 更不爱笑 感兴趣的话题偶尔一听 不感兴趣的便只顾自己喝茶 不过 让凤九内心深处汗动的是 他那一身悬黑的禁装 昨晚 九皇叔穿的就是悬黑色的衣裳 他以为 只是为了方便在夜里行走 可没想到 今日竟然还是一样的悬黑 这个色系 是从前的九皇叔所不喜欢的 他喜欢白衣 就连上战场 他穿的也是银白的铠甲 好像九皇叔 是有那么点洁癖的样子 衣裳脏了 他都不愿意穿的 但和自己在一起之后 九皇叔似乎 没有刚开始那么讲究了 有时候 他甚至可以纵容奉九儿 用他尊贵的衣裳擦手 但 那都是过去了 凤九的神色 瞬间恢复正常 眼底的神色变换得如此快 根本就没有别的人能看见 参见圣上 参见太后 参见九王爷 参见八王爷 大太监 一一行礼之后 才到 圣上 这便是昨日救治了太子殿下的凤九先生 先生 快过来行个礼吧 虽然凤九是民间的高人 但只要是北牧国的臣民 不管是高人还是敌人 在这些大人物面前 也都是要行礼的 凤九 没有任何意义 上前一步 用平静低沉的声音行礼 态度淡然 没有不尊敬 也没有低下卑微 这样的神态举止 倒是符合那些高人的形象 启文帝 比之前每次见到的形象 还要温和 这次见到 分明已经是一位贤君的样子 哦 你就是凤九先生 昨日朕的皇儿便是你救的 回圣上 正是在下 是他救治的 他不会否认 虽然不想邀功 不过 圣上面前说谦虚的话 一个不好 就会变成欺君犯上 这位先生的身形 好生眼熟 不过 宁太后盯着凤九 一时皱着眉 一时又摇摇头 最后他笑道 哼哼 哀家该是不曾见过 不过先生一身气息 实在是漂亮得很呢 太后说凤九的气息漂亮 这话原本就有点矛盾 用词也不太准确 气息如何能漂亮 再说了 人家是一位偏偏少年 也不该用漂亮来形容 不过 话出自宁太后的口 在座的都是晚辈 自然也不会开口纠正 更何况 太后这话 大家心里也确实认同 凤九这一身气息 确实是 很漂亮 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 都是一样的好看 看着让人赏心悦目 凤九先生 本王 是否曾经见过你啊 八王爷 两道浓密的剑眉 也轻轻蹙了下 老八 你也觉得先生面熟 不过 这话 宁太后说完之后 自己又摇里摇头 不对 哀家又觉得 面生得很 是面生得很 大概是本王记错了 八王爷 嬉笑一声道 先生 还请见谅 这皇家的人 一个个身份尊贵的 可言语间 却是一个比一个 温雅 有礼 太后和王爷 一点架子都没有 实在是很难得 倒是九王爷 那个昨晚 才在他房中 过夜的男人 今日就翻脸不认人了 连看都不看凤九一眼 好笑完全是陌生似的 九王爷 平时就是这么狂妄 目中无人的样子 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毕竟 和陌生人见面这种事 九王爷最不喜欢了 凤九 也不过是眼角的余光 看了他一眼 便不敢再看了 冲太后 温言道 在下 区区一介平民 自然是不曾有荣幸 见过太后娘娘 现在 不是见过了吗 先生 请坐吧 太后都发话了 下头的宫女太监们 哪敢偷懒 立即有人 抬着椅子过来 让凤九坐下 桌子什么的 也赶紧都送了过来 茶水点心 一应俱全 招呼的不要太热情 昨日 多谢先生救了朕的皇儿 来来来 朕以茶代酒 敬先生一杯 启文帝举了举杯子 凤九儿立即站了起来 一脸受宠若惊 在下 乃是北牧国的子民 太子殿下万金之躯 在下 有幸能够救治殿下 是在下的福气 岂敢接受圣上的敬茶 凤九进退有度 就连说话 都是文质彬彬的模样 一身气息 是宁太后 这种年纪的长辈 最为喜欢的 凤九 双手捧着杯子 轻身道 这一杯 是在下敬圣上的 承蒙圣上不嫌弃 允许在下 救治太子殿下 在下感激 请接受在下的敬茶 皇兄 就不要为难凤九先生了 你瞧 都把人家先生 吓出一声冷汗了 八王爷笑了笑 威严道 今日只是闲话家常 先生不必拘礼 就当是在家里便好 不敢 不敢 一番客套下来 凤九确实 有点疲于应对了 索性放开了 不再那么客气 就连说话 也自在了不少 启文帝不知道 受了什么刺激 完全没有过去 高高在上的皇帝架子 说起话来 竟然真的 只如一位家中的长子 凤九也不知道 今日启文帝宣他进宫 究竟是为了什么 怎么说来说去 也不过真的是闲话家常呢 话说 他这样的老百姓 到底有什么资格 和皇家的人谈笑风生 启文帝到底想要做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启文帝宝 请不启文帝宝